大陆农夫掀起了当网红的热潮 直播变成了他们的基本技能了 在小农村里面就有一位只有31岁的蜂农 他靠着直播他的农村生活 竟然多达累积了73万名的粉丝去追踪他 当然也成功的推敲他的蜂蜜 估计年收入破千万 我就在抓捕野蜂 我回家训养 紫川短袖没有任何防护装备 就这样徒手捕野蜂超级大胆 他是大陆横章蜂农名叫马公佐 年仅31岁年收入近破200万到300万人民币 约860万到1300万台币 能成为千万农夫密技静燃 是靠直播将养蜂生活中任何大小事 全摊在镜头前给你看 有一颗蜂冲到我的喉咙里面 喉咙被刺去了 蜜蜂被我撑下去了 境险采蜂过程一年多前 马公佐开始分享农夫生活 游泳砍柴就连捕鱼也拍成抖音影片 都市人没看过的农村生活 果然吸引超过73万名粉丝固定收看 抓了几条小细鱼 不错吧 这一条鱼也特别大 农夫身兼直播主 直播成了大陆农夫的基本技能 抖音母公司甚至开办培训课程 教2.6万名农夫怎么拍影片 淘宝也秀到商机 训练农夫成为直播主 帮农夫多赚点钱复制马公佐模式 像我们都是农村长大农村出来 也不是说家里很有钱 我们的话自己的钱也是 有些是贷款 还有各方面的自己想办法准备过来的 淘宝人口大量外移到沿海城市 农村人口逐渐流失 愿意当农夫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如今靠直播奋力杀出一条新血路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